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的蓝沧江湄公河,由北至南流过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,出境后又流经老挝、缅甸、泰国、越南等国,因此被称为东方多脑河。 这条国际河流在山川间奔走,河道较窄,水流湍急,浅滩暗礁密布,有人形容,在湄公河上行船,就像在闯鬼门关。 近日,记者亲历第一百次终老免派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,用镜头记录下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民警涌传鬼门关,为沿岸民众和往来商船保驾护航。 在巡航编队中,操作民警被称为护航湄公河的领路人,42岁的张世松就是其中的一员。 而9年前,他是一名在湄公河上谋生的船老板。 四国联合巡逻执法之前,说实话,经常遭到武装拦截,非法检查。 非常渴望哪一天能有那么一个组织,作为我们坚强的后盾,来保护我们。 当得知要组成这么一个队伍之后,我也是第一时间踊跃报名,最后通过了层层的考核,终于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愿望。 2020年是张世松参与湄公河巡航的第九年。 在巡航中,最长时需要连续行船十几个小时。 在此期间,他必须全身贯注,寸步不离岗位。 我们通常所说的看谁走船,因为在河流表面上,它会有呈现各种各样的流态。 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流态的分析,它适合有爱航物。 有爱航物,它的水深能不能足以保证船艇安全通过。 它这个水流会对我们船艇操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,要足以的分析,才能保证它的安全。 长时间保持在岗位上,每当停船时,张世松总感觉身体僵硬,有时连身懒腰都觉得费力。 然而,每当有往来商船鸣笛质疑,张世松心里都会感到无比自豪。 在未来,他希望可以发挥所长多带几个徒弟,充实巡航编队驾驶人才队伍。 我刚来到湄公河南藤江的时候,我就感觉这个航道教室比较多。 这个航道是比较窄,我感觉这个船机是没法航行的。 因为我之前是在海上,因为也是学操纵这一块的,和大海相比,完全一个是在天上,一个是在地下。 经过张世松的悉心船脚,如今,罗虎城已经可以熟练操控船艇。 搭档师傅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巡航任务。 我们的船航行到湄公河的时候,然后鸣船的人跟我们打招呼,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。 因为他们现在有了安全感,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来到这个地方。 也实现当初的梦想比较有意义。 通过四国执法部门共同努力,湄公河九年来游乱倒置。 实现河面每月见颈率不低于85%。 实现湄公河江面劫持商船案件零发生。 沿江港口货物吞吐量翻了两番,旅游人数年均增长20%以上。 沿江港口货物吞吐量翻了两番,旅游人数年均增长20%。